第一次学的课 读的是大概两年前的 然后是自己买的 买是张家家的书 是让我留在你身边 因为我学汉语 已经学了很长时间 所以记得不太清楚 但是肯定是 我在中国的时候买的 我自己买的 这书名叫《暗恋取生怀南》 是一部八月长安的小说 是我的中国朋友给我 他从中国寄到意大利 这本书叫《大道行》 我记得是我大三的时候 是我买了一本中文书 然后它的名字是 做一个刚刚好的女子 我在俄罗斯的时候 读初中的时候 我在那里在图书馆里 找到了一本用俄文翻译过来的 《孙子兵法》 不是《孙子兵法》 是《三十六记》 《三十六记》 但是可惜的是什么 《三十六记》只翻译了一半 但是对我的说 就那一半 吸引了我的很大的注意力 我喜欢《孙子兵法》 《道德经》 《庄子》 就这样的书 好像是鲁炫的《孔宜记》 是渔华的 代表作是活着 第七天 瞧草头 留草头 一小稿 一小草稿 对吗 每次读他的书都在酷吗 那个让悲伤留给虚告 然后让卡尽留给现实 暗恋去生活呢 当时是刚走出一段暗恋的 所以就感觉我对女主的这个感情很 就是很同情 然后我觉得如果去读一些原本 我觉得我们可以跟那个作者的距离比较拉近一点 比如说这本书也给我很多生活中可以用的建议 例如我们每天可以改善我们的性格 让自己更平衡平常 所以跟西方的书我觉得不一样 中文的书翻译成俄文 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个内涵 需要经过那种文化的一个过滤器 转换为那种俄罗斯本地的那种思想 原来的那个中国的那个精神 或者一些内涵 我怕没到那些俄罗斯的读者的心里 如果你翻译出来 你要通过越南的文化 看看这个词原作的 就你读原作的时候 你会更容易地读懂它想写的是什么 就只能记得是里面有唐僧 有孙悟空有猪八帖 然后那个沙僧的那个 好像每一个人心中都喜欢孙悟空吧 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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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最了不得的可能是唐僧吧 他怎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孙悟空 孙悟空 那个孙悟空 然后孙悟空 比哈日瓦特 孙悟空更厉害的 冲动 他有点冲动 所以他就是要让自己更安静 我其实我还是喜欢孙悟空的 因为我感觉是我跟他也是类似的 可能是自己很很关心身边的人 孙悟空一开始就 他精格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后来孙悟呢 他就跟着那个唐僧 然后他的性格就温和下来 就表示人就慢慢会长大的 学过很多东西就慢慢长大 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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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悟空